大家好,我是飛航 今天是12月16日,星期四 今個星期是跑星期六 其實時間非常趕,跑馬還是各方面都是 我自己其實今天都趕到不得了 為什麼呢?因為待會8點我臨時被徵召 就頂間做排在送飯 待會贏跑賽馬台見 其實8點很快 就是了,我現在拍完影片我都出去 那這次呢,所以我真的沒有時間總結回 星期三的事情,因為我昨晚都沒有拍到影片 那就是,有拖武欠 其實昨天又不是很特別的賽事 但真的有拖武欠,我看星期六做不得了 那這次首先講回出場的跟進碼 這次是跑八草二泥,私家三難的 又是這個,就是12月5日 就是國際賽前用過那天 那天其實私家三難,雖然場地慢 所以還是有得追一下 但是呢,你還是跟前一點來追就會比較好 但其實短途的馬呢,你放前一點 即是深入放,其實都不可以很失禮 那...就...大致是這樣啦 其實場地,由來地那天就一面倒裡放 那...這次呢,只是跑兩場千二的 那我想...都是放頭馬會有一點 但是我這次是選草地先啦 那...另外跟進碼啦 那...11月28號我放下石破天驚 這次跑第一場 同日放下的多多勇俱,就跑第十場 但是石破天驚,這次換了邐來 我看它都是大熱的啦,很沒忍啊 而另外呢,11月7號,就放了競力十足 這次跑第10場,但他之前已經拿了第2 另外朗滿冠跑第8場,上鋪跑第4 詳情我稍後排在宋牌再講 然後12、17號放下的狀元球低 這次跑第4場,他上鋪跑第2 好啦,快點進正題了 今天第2場,首先會講,5班千2 但進正題之前呢,看一下,都有些很重要的說話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廣告行戶的說話 這個網站呢,其實就是365tips.com 他們找了我,也下廣告下了一個多月 那我根據這個一個多月的觀察 發現他們這個服務就叫做Best Tips 那個命中率是可以去到八成的 而且呢,這個Best Tips是什麼呢 就是用大數據結合電腦AI自由行集的方法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的網跡 數據變化、戰術運用、基本實力 以及最新情報等等不同的因素 全部整合完就計算出預測的賽果 那數量大概7天之內可以預測到40-60場的足球賽事 現在他們正在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頭7天就只需要20元的美金 那記得要把握機會了 那條link呢,我會貼在下面info box 以及留言板,我會置頂的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就記得按進去瀏覽一下 那這個就是他的網站了 好,那講正題,就是這個第二場 五板千二,我這次選了鄭俊偉的馬 金剛石,吃得夠編了 那今天呢,其實我選了兩隻馬都吃得頗偏的 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呢 既然都是星期六啦 那不如不要那麼正老啦 反正,你星期六 就是很多場都是疑似有重心 但實際上是不穩的 沒有重心的格局更亂 那我寧願想歪一點點 那選一些其實沒理由贏不到的 就是覺得那些呢,但是真的贏不到的 那些呢,幫他今次搞定 那我先說一下這隻馬是什麼好 其實他一向跑山田千二是好的 雖然呢,儲女馬29場只有3個第2,5個第3 但是呢,其實他跑山田千二只有3個第2,1個第3 就是他絕大部分的好成績都是在山田千二拿到的 但是呢,其實他跑的數量就不是說真的很多很多 因為呢,其實轉了去鄭俊偉之後呢 其實有時候就跑山田千四啦 其實上季他都一直想跑山田千四 但是都是不行的 有時候是跑谷草千二那樣啦 那更差的他跑得 但是其實上季呢 我記得最有印象是296這場 那當時的金剛石呢 蘇美倫跨下就買到3倍 後追第4啊,他跟合火這麼厲害一起衝 當時真的沒有人會相信的 你說整個季沒有馬贏這隻馬 因為他的走勢完全壓到他的平山新星 當時還在Soulbrook的平山新星 那那...誰知道真的沒有馬贏了 但是呢,他踏入了2021年 就整天都跑去放頭了,一會晚上之後 那跑得最好就是653下國年這場 那...其實今季呢 055這場我都覺得跑得挺好的 雖然他輸的距離是比較遠的 當時是班德麗 那到上一局呢 終於換了...第一次換了這個蔡榮少 就是去了鄭章位置之後 那...跑黎迪他以往不是太好的 但是呢,都有個第三 還有那個前速啊 我看到蔡榮少騎他的前速是比較可靠的 其實我這場比他還好 甚至是可以單騎領防 那我想看的呢 就是他今天是唯一一次跑山田千二的一場 那...其實當然了,五班山田千二呢 今季只是跑過兩場這麼大把而已 那...金剛石呢,這場是跑第二的 但是你看看第三,劍在九天 第四,東龍陣 都是五班那些位置鐵膽的 那...看一看金剛石呢 五檔起步,藍紅色衣服那一隻 頭幾步呢,其實快的 但是他裡面的怪獸全力更快 那...頂了一輪之後呢,他也要踩多一陣啊 那...一會要過來嘛 如果不是鐵橫的劍在那些就頂了 接著呢,但是最出那隻呢 跑海谷草短途的有苗頭呢 就跑得很快地踩過來放的 那...結果呢,金剛石就沒辦法了 因為他要賣而掉嘛 都要陪他一起踩了 那...頭段呢,23.8不是特別快的 第二段就嚇死你了 那...你看這裡呢,馬群都扯開了 你都知道這場馬一定是快的 那...中間頭馬的紅衣呢 一號就是打鐵陳兒來的 那...在他後面就是東龍陣 其實這兩隻馬的形勢是最棒最棒的 那...鐵藍劍在九天,紅眼罩都是很好啦 那...即是呢,這三隻馬的形勢都是好過金剛石的 那...入職路啦 那...去到最後400 你看到那個斷錯,21.98 以為打錯標的,大哥 那...這個呢,有了頭的腳軟的了 那...金剛石就過了他 但是打鐵陳兒去幾個戰步就過了輕鬆的了 那...外面呢,東龍陣騎上來呢 以為那個勢都能跟著打鐵陳兒的 誰知道不是的 衝到這裡呢,過了幾個都過不了了金剛石 因為金剛石都很硬 一直頂著的 甚至乎...劍在港千最後都過了東龍陣了 那...就這樣呢 就...頂著第二了,金剛石 那...我覺得呢,這一天雖然是你放的賽人來的 但是它這樣的快步速呢 你看一隻有人頭輸到十一個馬位了,大哥 那...那...那... 所以這隻金剛石 是不是很好 不是啦 但真的不失禮 你看看金牆的馬 哇 獲得不得了 新勝的是有楊榮冠雀 但他上次贏谷彩1,000 當然這隻馬之前在51200跑過很多次很好的表現 不過經常都是用蝕到下暗的方法 上次是因為他的一檔 所以一直頂著 就可以守著好位 這次三檔行不行呢 其實真的不知道 他要猜的 加了綁 至於一對諾巴仁的極爽龍 營彩斌分 我覺得一姐不服當年用 營彩斌分似乎跑得長一點 軍速一點 其他的 會贏的就得合金之星 但我真的不覺得這馬特別厲害 龍鋒情長 都是差不多的 不是特別出色的馬 都是全都見了 所以我覺得金剛石這場馬 以他的前衝應該經常放得出 因為內執了幾隻馬 只有月球是有機會比他快頂著 但正常蔡明紹的場合是可靠的 我覺得金剛石可以貼難放的 形勢都是天造地鐵這麼帥的啦 這一局都贏不了 我真的沒有話可說的啦 嗯 啊 希望天時地理由和 被他拿光了 還有蔡明紹之前幫鄭祖衛另外一隻處理馬 轉仓過來的平山新星 開了罐頭 這把罐頭刀 我想鄭祖衛也算是順得過的 當然贏得一場得一場啦 另外一場我想說就是第七場 就是這個四番鮮爐來的 四番鮮爐也是很亂的場合來的 但我喜歡一隻連連行運 好像看完的連連行運 他這次有些變數就是重戴眼罩 四十六分就不是他身低的 四十五才是他身低的 但他四十五就有馬贏了 但已經很迫近了 這隻馬其實今季跑了三場 我覺得全部都是假輸的 第一局內蘭塞到媽媽都不認得整隻抽起 一一六那局 第二局一五一就是全程三跌望空 接著轉彎要踩油法力 然後輸得遠一點 所以 接著206就是上局 又是全程三跌望空 就被潘頓頂的 我覺得三局都很有理由輸的 以他上季五十六分贏馬 那現在四十六分 我決定這次給他一個機會 因為我對於假輸的馬 我會記住多一點 那想看上一場就是曼斯之光贏那一場 就是這次連續行運跑第九的 他是中檔起步的 但都不覺得被人頂了三跌 六三那隻 其實起步他頭幾步是越側的 所以這次戴花眼爪 我覺得都是梅拉 應該是上一隻馬好一點的頭短的反應 那你看這裡 你以為曼斯之光會拿難吧 連續行運就可以首二跌了 哼 你太謙真了 少年 那潘頓一來他的馬 一位神功 二位弟子 一來他自己的馬想走三位二跌 二來就頂鬼你出去吧 那麼就曼斯之光紅衣走二跌 中二寶田蘭 然後外面六三就是連續行運了 前面放頭 賺了一萬步速的 金像非凡 拍著他 健康就好 第三位都是一齊賺的 都是一起賺的 比賽康朗和田蘭 然後外面得勝多 四隻馬都是賺萬步速的 然後外面走三跌 那個月就是連續行運 唯一一隻最虧的 望空的 然後他後面現在是萬事之光移出來 然後他的屁股一起踩 然後後面就是爆谷 咬住了萬事之光 爆谷外面就是中環十六 星期六都會跑的 那這裡連續行運 你看個勢以為都OK的 但是你始終全城望空吧 反而他旁邊的萬事之光 一兩步就過去了 但是這隻連續行運 其實走勢也不是很失禮的 他衝得不太順 因為左右旁邊也有一些馬 得勝多 萬事之光一起串 那下面就是連續行運 但是他網空足全程 外面爆谷上來 內蘭金正非凡就不散了 其實這天就有點不利地 但是我覺得他賺了一萬步速 那是抵消的 中間呢 德勝多其實跑得很盡 完全連金正非凡都過不了 那Soye過了 也是金正非凡跑第二 金正非凡跑第三 就是我覺得他還是跑得很盡 就是230一對馬 那就...至於連續行運 其實輸不遠的 他在馬林中間的 輸給德勝多就是三個半馬位的 那看回今場馬 主要對手也是你看到剛才那些的 就是金正非凡和德勝多了 預計這兩隻馬都會熱的了 那德勝多剛才我覺得梁家仲要發揮已經是很好的了 你已經很難再好一點了 走有你的場地 賺到步速 是啊 你還想怎樣呢 還可以怎樣呢 跟著就是金正非凡 已經是自己放 步速賺 是叫做少了些地而已 但是形勢已經很好的 還有金正非凡 幾場都用力多了 但是完全是贏不到啊 完全是 那所以呢 我覺得你沒有了萬事之歌 為什麼我不在那裡呢 那這場又變了個亂局了 那既然是這樣呢 我不如相信 有蕩 有梅拉 加上蔡翰組合 還有一些配備變蕩刺激下的連續行運 那最後機會的啦 其實金剛石和連續行運 對我來說都是 因為這場呢 我覺得他們都是天時地的任何 那這樣都不行呢 割席 好啦 今天講到這裡 二場十一金剛石 七場十一連連續行運 就是我今天的推介 那說快一點點 因為我真的趕著時間 那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啦 分享 點讚 留言 多謝 拜拜 待會8點排位送飯見 拜拜